如果我今天 刚刚这个地方是 增加一个哪一个最高分 预设值是零 反正一进来 反正就从一定 第一个一定会比他大留下来 第二个再比比看 大的留下来 大最最后一定是留下大的那一个 是哪一个人的名字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是最高分 这个是最 最高分的那个人的名字 B name 把那个人的名字 创列里面之后 帮我留下来 他一定是在 第零个其实就第一个资料 如果我不用这个方法 假设我这个不要 那我也不要用逻辑判断 逻辑判断的话就是一副 这些有没有 你可以把它删掉 我先把它删 看起来会比较清爽一些些 这个逻辑 这三行如果不加的话 是不是也可以把结果做出来呢 其实最大的关键的地方就在这里 最高分的那个人是谁 其实 最高分比较好涨 最高分你就怎样 max刮胡怎么样 把它放个b就可以了 ok这样的话呢 我就可以知道最高分的是 那个人的乘七 ok 那 c跟d 以此类推 所以这边的话其实用max就可以 这个比较简单一些 最高分我可以抓出来 但是最高分那个人是谁 那怎么样去抓 ok 是最高分 刮胡 ok 那接下来的话最高分的那个人是谁 那怎么去抓特别注意 我们会可以用到那个index 那个行 index index怎么用 首先姓名是谁 那姓名的话一定是在那个a的串列 所以a 中瓜胡 中瓜胡 ok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要去找 找什么呢 找最高分的那个人 他在哪一个位置 的索引词 ok 也就是说那个index 主要用意是帮我查 最高分 他排在哪一个位置 那哪一个位置 我就抓同样位置的那个人的名字 过来就ok了 ok 所以大家逻辑是这样 那我们怎么补这个 后面 如果我不用逻辑判断的话 最后可以用index 其实这最难的地方 最关键的地方就index 那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 查的话你可以用 去哪边查 去b里面查 所以点index 所以点index是查 瓜胡之后的话呢 给他什么 跟他讲说 你帮我查查看b里面最高分的那个 最高分你就把 next b 帮我查出来 那他会帮你查出来之后的话 返还回来就是他的位置 第几个 那第几个的话 你就丢到a里面 就知道他的位置在第几个 就把那个人的 名字抓回来 这样就ok了 有没有 相对有没有 简单多 如果会index 跟不会index 成事 结果应该是一样的 只是呢 成事行数可能差很多 有没有 光那几行 所以你会发现 光这几个变数也可以删掉 所以至少可以删掉这两行 再加上三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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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至少删掉11行 结果呢 我们看 如果这样ok的话 其实会让程式简单许多 所以这边的话把做好的复制一下 这个的话一样 贴上 其实特别是用a的哪一个位置 所以这个地方我一样把它改成c 去英文里面帮我查出 英文里面最高分那个人是谁 ok 然后呢 回来是一个索引直的位置 那把那个同样位置的那个人的名字 帮我调出来 ok 可能回去要想想看 这个如果你可以理解的话 还蛮好用的 以后就这样可以把串列的位置抓过来 然后再来的话 就是一样的方式 把那个 D一样的位置 所以其实把上面的公式贴 改一下那个串列之后的话 这样基本上应该就ok了 刚刚我试过应该没问题 应该可以了解我在做什么吧 好 那我们来执行看看 刚刚必须要很琐碎的结果 现在也会不会很琐碎 试一下 执行 OK 结果一样 不过你会想说 老师为什么都留小华 我本来也怀疑说 我是不是做错了 后来我发现真的是留小华 他太优秀了 每个都最高分 所以如果说你假如说你觉得按右键 把那个记事本开一下 最高分是不是都留小华 对耶 OK 所以你把它故意改一下 这个都把它改一下 换一个人好了 都把它改低分一点好了 好 这样会不会换人 如果换人也ok 那比方应该是 应该是结果ok 有没有 对 换成张永华了 OK 所以 这样的话呢 主要特别是我们改哪些地方呢 第一个就是我们原来的逻辑判断 这边的逻辑判断可以把它拿掉 但是拿掉的话呢 要怎么样可以刚刚好 最关键的地方就是去A 特别是用A里面去找跟B最高分同样那个位置的那个人 所以第一个是用A 找的话记得用B里面的锁影值最高分的那一个 所以你就把这个最高分的放到index 大家就查 查回来的位置 他就会直接去抓那个人的名字过来 ok应该可以懂了逻辑 只是说要熟练而已 因为这东西其实 除了要会还要做得出来 所以回去的话 可能可以把这些地方 也许当然你城市太冗长的话 你可能全部删掉你要重来比较辛苦 那可是至少你回去的话 把这几个地方删掉重来过 那今天的话大概就讲到这个 下一次的话我们就要再来看就是说 如果我要做大量档案合并的话 所以在云端上有一个范例档 在云端 云端里面有个范例档 范例档里面有一个叫做全省邮局地址的一个 ZIP档你把它下载 下载之后的话你把它解压缩 如果说按右键解压缩致辞就可以 解压缩之后的话它会是一个资料夹 这个资料夹里面的话 会有25个档案 这25个档案如果说 我们像以前要把25个档案变一个档案的话 那就复制贴 现在的话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不用复制贴 直接怎么样直接让它跑个回圈 然后就全部把档案全部串在一起 输出成一个档就好了 其实逻辑很简单 只是说你怎么样叙述 我是觉得程式真没几行 会写的话真的没几行 大概顶多五六行好像我印象中就把它解决 读的话就是open 然后用r模式 串的话用a模式 对不对 所以一个读一个串 然后外面包一个回圈 程式就写完了 ok 真的没有什么 只是说就像变魔术一样 对不对 说穿了就没什么 这当然问题你要变得出来 ok 那请各位 就是回去的话还是一样多花一点时间 当然不外乎就练习 那如果有些细节还是 但是我刚刚讲可能讲太快了 你一下没办法听懂 回去再听过吧 再重复一下 因为有些东西 还是有时间的限制 ok 我们今天的话就先到这里了 好吗 好吗 好吗